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如果出生到现代 还能成为万人减养万里挑一的流刹人物马 在古代战略连剑 吕布皮贴一身无意 带一兵打仗 可以轻松地出人头地 那么如果吕布出生到21世线的现代 还有机会混出个名堂马 且听朝万分解 三国中的吕布身高一丈 按照东汉默连一尺等于23.40厘米来算 吕布的身高大约是2.34厘米 体重大概300斤左右 这个体型在人群中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这么讲嘛 2.26的姚明终于可以不用低着头说话了 终于有一个比我还高的人了 没有错 以吕布的身体条件 打篮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他加入NBA 那么将刷新NBA历史最高球员的记录 这时有机车的小板就要说了 操弯的 小了 格局小了 长得高不一定 篮球打得好玩 好吧 除了身高 咱们再聊一点别的 打篮球需要速度 需要灵活性吧 吕布为三国第一猛将 不管是手术还是小术 肯定是王者级别 否则在战场上 早就被人斩于马下了 再来打篮球需要力量和体能 吕布手拿上百斤的方天换戟 动不动就跟人打赞三百回合 这种体能可以说是惊呼变态 所以我认为 吕布在NBA赛场上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感谢小伙伴点足够做 常文说的 下金额圈